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威少交易至奇才威少沃尔水更适合哈登北京时间,12月4日,奇才对官方Russ加盟,威少也表示,会改穿4号球衣,因为奇才的0号是属于吉尔伯特·阿里纳斯,所以威少放弃了0号,其实在高中之前,威少穿过4号,但雷霆4号, 是科里森,而且之前还退役了科里森的4号球衣,所以威少一直都穿0号,在12月3日,火箭与奇才达成交易,奇才用沃尔加2023年的首轮,牵具火箭换到了威少,这个首轮,牵是受保护的,直到2026都是保护,2027年会变为两个次轮牵,这笔交易,从表面来看两队,都没有什么损失,奇才用伤停了一年多的沃尔加, 一个首轮牵,就换来了MVP,而火箭,早就想交易成规了,但这笔交易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,从某些角度来看,是双输的交易,根据NBA,记者迈克斯科特的报道, 一位匿名的NBA总经理对奇才交易得到,威少颇有微词,他表示,两个烂合同的交易,应该告诉你一些事情,你看过去年Russ是怎么打球,的吗? 他放慢了哈登的速度,让哈登变得更差,我已经开始,我沃尔感到难过,这位匿名的NBA总经理认为上赛季,是威少拖累了哈登,而当奇才交易,得到威少后,他会拖累比尔,奇才根本没有更加强大,反而更弱了,对于奇才来说,已经输了, 数据专家,曾在威少被交易到奇才后放出,威少过去五个赛季的投篮热区,他表示过去五个赛季,在出手2000次跳投的球员中为,少倒数第一,4814次,跳投的命中率,只有可怜的,42.5%,在12月4日,ESPN为威少鸣不平了,沃尔也没有,跑到哪里去,过去五个赛季,跳出2000次的球员, 威少命中率,排在第78位,而沃尔,排在第77位,号轰威少不谈沃尔,是五十步笑百步,沃尔也不是,什么厉害的角色,换言之火箭,也并没有更强,沃尔还有很大的伤病隐患,遭遇过半月版,多次撕裂家,跟舰撕裂,火箭得到沃尔,也算输,综上所述火箭与奇才,是双输的交易,这个观点,可能与有些记者的观点相配, 但我个人觉得,的确没有赢家,很多的美国球迷,也认为这是一笔双输的交易,有人表示,使垃圾换垃圾,比尔有可能,会申请交易,大家怎么看呢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